印马长城枯当马骨 战争从来都是历史中最有能豪情涌动的篇章 幽远的中华文明正是在清理了一场场或悲壮或残酷或辉煌的战争之后 才变得成熟与坚毅 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 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死碰撞 锤炼出这个古老民族不屈的坚固 canned话 锤炼出所以 能交传别的 香港人 他能编ожд清楚 注意 大同市林秋县 这是一座横山脚下的普通小城 喧嚣的街头 居民们正在为生计而忙碌 生活紧张却不失平静 县城西门外的赵武灵王墓 孤独地掩映在 郁郁葱葱的农田之中 目前的赵武灵王目光沉溢 深情凝望着这片 用生命守护过的土地 雕塑的基座上 刻着和其主人名字紧紧关联的四个字 胡胡骑射 公元前三百二十六年 年方十二岁的赵武灵王继位 当时正处在战国中后期 列国间战争平仁 兼并之势愈演愈烈 赵国四面强敌环士 周围被齐 燕 林湖 楼梵 东湖 秦 韩 魏等国包围着 十人称为四战之国 当时赵国正处在国势衰落时期 不仅北方的胡人部落常常难返 就连中山这样的连界小国也经常侵扰 在与其他一些大国的战争中 赵国更是连吃败战 大将被秦 成义备战 赵国的西北部 与游牧部落楼梵接壤 在立国后的一百多年里 边疆地区屡屡受到游牧民族的骑兵袭扰 在对抗中赵武灵王发现 中原军队虽然武器精良 却在对异中常常吃亏 当时的中原居民 大多穿着一种叫做深衣的服饰 衣服的样式比较宽松 大巾 幼刃 胶领 宽袍大袖 薄衣裹带 领子通用巨领 没有扭扣 一般在腰间寄带 有的在带上还挂有预制的饰物 这是一种有着严格理智规范的服装文化 每一个等级都严格地按照周理的要求制作 穿起来飘逸如雅 行动却很迟缓 胡人的装束却是短袄窄袖 上衣下裤 十分便于马上作战 来去如风 行动训捷 赵武林王因为他年纪比较轻 19岁当在做国王 当然会遇到这些老人的反对 亲自登门 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要改 他把他叔叔的工作做通了 那么公子成第二天上朝的话 穿着这个胡人的护装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融合的序幕 缓缓拉开 赵武林王的胡服骑士 不仅仅从军事角度 使赵国成了当时的军事强国 同时对赵国的社会结构 也造成了很大影响 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大量熟悉游牧经济 骑兵生活的胡人精英 被选拔到赵国的军政领导层 改变了赵国的权力结构 通过赵武林王的胡乎骑士的改革 就是说他确确实实 死的少数民族游武民族 以及跟汉人跟中原民族 这个民族认同感 以及对后来的民族的一个和谐 都是有好处的 赵武林王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 跟少数民族打交道 有那个什么的 而且为秦汉时期的大一统 为这个我们说今天内门地区 特别是河岛地区 我们说河南之地 这个发展确实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为阵天下的赵武林王 被他的儿子囚禁 在宫中饿死 蔡庸在独断中评价说 古代克定祸乱约五 乱而不损约零 私人一世 他开创的胡福奇社 却成为了永久矗立在 中华民族融合史上的不朽封碑 汉下白灯道 胡亏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 不见有人还 白灯山金鸣马铺山 位于大同城东五里 井厄静猛咽喉 每当秋高云淡 登临远望 蒙古高原的朔丰 扑面而来 公元前202年 席卷中华大地的农民战争 民生已渐次平息 民生凋敝的汉帝国 在一片废墟中 开始了艰难的重建 经济凋敝到什么程度呢 说皇帝啊 找不着这个四匹 一个颜色的马来 驾车 那么那些将军还有巷 有的是只能坐牛车 长城之外的近邻匈奴 却不愿意给这个饱受创伤的农业民族 哪怕是一丝的喘息事件 公元前200年 在首领莫独蝉鱼带领下 强大起来的匈奴铁骑 踏进了燕门 历史的目光 又一次聚焦在近北 这片苍茫而险峻的土地上 受封戴北的韩王信谋判 联络匈奴共同起兵 一路攻城掠地 兵封直指并州腹地的晋阳 汉高宗刘邦在统一全国以后 他当时他就率领了32万大军 就向这个三西的北部地区 就现在的大同附近就进发 那么在大同的附近 有一个地方叫白灯山这个地方 突然中了这个匈奴人的埋伏 实际记载 当时的匈奴铁骑均荣鼎盛 西面的骑兵是青一色白马 东面是一色青马 北面是一色黑马 南面是一色红马 汉高宗悲为七日而不得脱 最后采用陈平的计策 才夺路而出 至于陈平的计策 史书上只说了七个字 奇迹密是莫得文 这是即将威廉天下的大汉帝国 与游牧民族的第一次交锋 由此开始的三个半世纪里 两个相邻的民族将一次次举起手中的战刀 为争夺生存空间而激烈厮杀 然而战争毕竟不是历史的唯一旋律 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汉帝国 不仅仅需要用初赛作战 来改变与匈奴的攻守态势 还需要用和亲 来向对手划入自己的文化繁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北宋武将世家的传奇 是影响了中国普通百姓几个世纪的耳熟能详的故事 也是中华文化史中最引人慷慨悲歌 扼腕叹息的宝贵财富 这里是位于山西淮仁县境内的金沙滩古战场遗址 宋太宗在永熙三年也就是在公元986年的农历三月的时候 发动了一次对当时北方的辽 契旦人建立的辽巢的一次北伐的一次战争 这次战争已经是宋朝的第二次北伐了 那么为什么发动这次战争呢 因为当时正好辽巢是 史书上记载是属于母寡子弱 就是他的皇帝的年纪很弱 当时这个国家的政权是由萧太后 由这个太后掌握 那么宋朝他想趁这个机会 想收复戈让盖这个辽的幽永十六州地区 这可以说也是当时的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 为了这个保卫这个农耕文明 而对游牧民族发动的一次 可以说是一次进攻吧 这次战争宋军兵分三路 东路出雄州直指幽烟 中路出飞湖建制居庸 西路出燕门兵临云中 宋军齐头寄进 企图夺回被后晋皇帝石敬堂 割让出去的烟云十六州 恢复汉唐故地 战争的进程出乎所有人的意论 最初宋中西两路进军顺利 收复了不少地方 但随后宋东路军在齐沟关 被齐丹逐力打败 宋太宗急令宋军撤退 并命攀美杨叶统帅的西路军 护送百姓内迁 杨叶孤军奋战 最后富商被赎 绝食三日 壮烈牺牲 这次轰轰烈烈的雍西北伐 最终因为配合失误而功败垂成 此一过后 宋王朝再也没能把战绩插上烟云的土地 雍西北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 又一个重要的点 这个超浓缩的时间节点 所产生的可怕后果 要用后来一百多年的光阴 稀释淡化 在这场先胜后败的战役背后 隐藏了无尽的叹息与无奈 以至于中国的历史进程 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制于 北方游牧民族的亲戚 杨家将的故事久远流传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子民 每每在民族面临危难的时刻 慷慨覆敌 爆发出震慑人心的伟大气概 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 7月28日 北平仁建 7月30日 天津失少 天津失少 9月13日 日军攻占大同 平静危机 华北危机 中华民族危机 8月 陕北冯家村 在这次后来被称为 洛川会议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 扩大会议上 确定了 东原一切力量 争取抗战胜利 这一中心任务 平行关 古称平行寨 位于大同 林秋西 40公里的 平行岭口 今时为平行镇 明清称平行岭关 据说 因关岭城墙形状 如平而得名 站在关门上 东侧的大同地界 如同虎式深谷 关口已息的新州地界 却几乎与关岭平齐 放眼过去 便是一马平川 无险可守的 忽陀河谷 9月25日 日本最精锐的 板原师团主力 在平行关 遭到了林彪将军率领的 八路军 摇摇武师的全力攻击 经此一战 歼灭日军近千人 击毁敌汽车一百余辆 并交获大量物资 平行关大捷 粉碎了日军 不可战胜的神话 这场规模并非很大的战斗 却是自1598年 陆凉海战一将 中国对日本的首次军事胜利 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 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战 也是在抗日战场上 中国军队第一次 主动向日军发动攻击 并取得全胜的战斗 时间已经过去了70个春秋 当年两军反复争夺的山梁上 建起了这座平行关大捷纪念馆 该馆设计的半井化展厅 使得今天的人们 可以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 追寻那场弹片横飞 硝烟弥漫的惨烈战斗 赶快中华民族 独立进城的漫长而艰辛 但和平 最终降临在这片 饱受创伤的土地上 为抗击侵略者而牺牲的仙烈们的 木木一拱 反抗外敌的不屈斗志 和鹦鹉精神 却依旧在这个民族的血液中 鼓鼓流淌 这是一座处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分界点的城市 曾经留下过鲜卑人 遥远的记忆 至今仍能一窥 北魏王朝的 玄鹤背影 请您收看纪录片 天下大同 第三集 三代精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